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台湾历史与文化 各位同学 大家好 今天我们进入了第十期讲 历史的伤痕228 台湾光复以后 台湾人民原来对未来是充满了期望 那陈一他也当了台湾省行政长官 他虽然有建设台湾的那种心 可是因为接收人员充满了征服者的心态 市政弊端 平凡 加上文化的隔阂 经济的萧条 跟失业的严重问题 所以就为了查期实验的一个小小的事件 引爆了一场全导性 反政府跟省级冲突的228事件 28事件是台湾内部省级情节 统独问题跟国家认同的一个根源所在 所以我在这个讲室里面 要带着同学认识台湾的光复以接管 还有陈一的施政 接着我们会让同学深入的去了解 28事件发生的原因 经过跟影响 而最后我们会谈到政府 他是如何的来米平28事件的这样子的一个历史伤痕 我们就记得我们上一个讲次谈到了 在1941年二次大战的时候 日本他在12月8号偷袭了美国在太平洋舰队的指挥部 所在地的夏威夷珍珠港 结果引起了美国对日本的正式宣战了 这个战争他的规模跟战区就迅速的蔓延着 那不是日本他自己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源所能负荷的 所以他在1912年的时候就第一次在台湾实施了自愿兵制度 他招募了台湾人到海外作战 所谓自愿按日语来说就是申请的意思 台湾人可以申请入伍 那时候蛮踊跃的 最主要是因为战争期间景气的影响 生活很艰困 那因为当兵有蛮优惑的待遇的 另外有些人是受到皇民化教育的影响 他认为当兵是一个爱国的行为 所以你知道他们就到了中国的华中华南或东南亚 加入了日本的战地 他们大部分当军夫 也就是说从事翻译或者是打杂的工作了 那这个自愿军比较特别的就有原住民组成的高沙义勇队 还有妇女所组成的卫安妇 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些图片 比如说你看当兵这些自愿兵 他们的穿着就是这样的 那是台籍的日本兵 另外你可以知道第一批的军夫和影的照片 尤其你要自愿参军要有同意学书 然后你参军日本会送给你大东亚重军纪念章 这个纪念章你可以知道让大家能够全力以赴 那个时候当兵去重军 在家族来说是不得了的大事 所以大家会举行了很多的欢送的场面 甚至中学生也会在日本的国旗上签了名了 那有关战争也做了很多文宣 像这个就是了 那下面两张大家同学可以看一下 这就是所谓的卫安妇的图片了 1915年随着战争的恶化 日本开始在台湾实施征兵制 台湾人开始负有为日本人服兵役的义务了 我们总共有21万的人被派到了中国大陆东南亚 去当军夫或军属 那其中有3万人后来战死了 这些人他受到历史命运的拨弄了 这些台湾人日本兵 他们战时战亡的那些人的姓名 现在仍然供奉在日本的晋国神社 接受各界的参拜了 尤其高沙英勇队同学知道有一个很感人的故事 就是有一个阿美族的人 他叫李光辉 在他24岁的时候 他被派到了印尼作战了 可是后来大家觉得他失踪了 所以日本就宣布他死亡了 结果没有想到30年后 有印尼的村民 他们发现丛林中常有野人出没 结果军方去搜索的结果 终于发现了 这个野人竟然就是 二次大战时候的排挤日本兵了 那已经经过了30年 李光辉根本不知道战争已经结束了 他每天都还朝着日本皇宫的方向朝拜 而且枪不离手 每天勤作早朝不敢懈怠 被发现的李光辉回到了台湾 发现太太已经改嫁了 人事已飞了 他也不想谈过去了 结果四年后就肺癌死掉了 那战争结束 政府他积极地把所有在台湾的日本人 不管军人或者是公务员 他们把他叫做日桥 要求他们放弃在台湾的所有财户 回去日本 而且非常积极地来输送他们 所以你知道吗 可是流落在海外的这些台籍的日本兵 他们却没有收到任何政府的协助 在漫长等待回乡的过程中 没有人照顾 被送磨难 甚至还被认为是汉奸 日本的走果 很多人饿死了 病死了 那缴线回台湾的人却发现 他现在的国家竟然是战争时候的敌国了 而这一段当日本兵的过去 让他们有很难以说出来的苦楚跟尴尬了 因为这场战争对他们来说 到底是输了还是赢了呢 那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来 有关台湾归属问题 早在1943年的时候 美国 中国跟英国 也就是蒋中正 丘吉尔跟罗师傅 他们就在开罗会议上 就发表了开罗宣言 在开罗宣言中已经决定说 战后台盆要归还中国 那这一个虽然说 只是这个宣言属于新闻公报 并不具有国际的法律的效用 可是却为日本战败后 台湾主权的归属 做了一个明确的主张了 所以国民政府呢 他们认为日本投降已经指日可待 于是呢 就在1944年的时候 设立了台湾调查委员会 由军人出身的陈宜 他来当主任委员 来进行负责接收台湾的工作 那同学一定很怀疑说 为什么要找陈宜呢 记不记得我们说陈宜 他曾经在日本死政40年的博览会上 他代表中国来参加 他也在台湾做了视察 他是重庆官员中 少数具有台湾经验的 而且也不要忘了 他当了八年的福建省主席 台湾人大部分都是从福建来 所以呢 他对台湾的语言风俗习惯呢 有相当的了解 最主要的是陈宜 他两次留学日本 他是日本陆军大学第一期的毕业生 他娶了日本太太 那因为日本统治台湾的最后一任总督 叫做安腾立吉 安腾立吉也是陆军大学毕业的 所以呢 他是陈宜的学弟 所以各方面的条件适合之中 就由他来负责接收了 可是在接收的过程中 怎么接收台湾呢 这个时候呢 就引起了一个很大的争论 有一派认为说 台湾既然成为中国的版图 那应该跟中国其他地方一样 就设审 然后有个省主席来统治 可是呢 却有一派一间认为说 台湾被日本统治50年了 在生活习惯各方面呢 都跟大陆有了隔阂 所以他们认为 应该把台湾当作特殊的区域 所以呢 不要设审政府 而设行政长官公署 然后呢 负责统治台湾的人 就叫做行政长官 然后他们赴给他很大的权力 他可以制定单一法律 他又兼警备总司令 所以呢 你知道他不仅有行政权 还有司法 立法 还有军权 让台湾人 让台湾人觉得他跟日本总督没有什么两样 那台湾人觉得说他们还是一样被当作殖民地的人民看待 可是尽管如此 当两颗原子弹丢在了长崎 丢到了广岛的时候 其实呢 你知道这个原子弹直到现在还是人类史上第一次也是至今唯一使用过核子武器的 日本呢 天皇他倒破了惯例 他竟然第一次自己亲自广播 向全国的民众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了 这也等于宣告日本结束了对台湾的殖民统治了 这时候的台湾人充满了狂喜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心目中的祖国中国是世界四强之一 所以呢 他们对他充满了期望和憧憬 他们觉得从此可以不要当殖民地的殖民了 日本人走了 可以取代日本人的位置 然后配合祖国 把台湾建设的比日据时代还要好 所以那个时候呢 就整个社会掀起了一股欢迎祖国 跟学习国语的热潮 甚至他们还组成了光复致敬团 到南京跟中央政府致敬 然后呢 大家从图片上就可以看出来 整个街道呢 充满了欢迎祖国的那种气象 甚至呢 有一张很好笑的 就是说 整个街道上有欢迎祖国的旗帜 可是他们对祖国真的是蛮陌生的 青天白日的那种灰的位置还弄缓了 那10月16号 第一批呢 国军的部队就在美国舰队的复航之下 他们来到了基隆港 整个基隆码头 人山人海 从图片可以看出来 好多的学生都在港口 欢迎着国军部队来 然后呢 你可以知道说 整个寿祥典礼就在现在的中山堂 那个时候叫做台北市工会堂举行 那这个时候陈宜代表 政府接受了日本呢 在台湾的最后一位总督 安藤立吉 他代表日本政府签署的投降书 那呢 这一天呢 国民政府就把它叫做光复节了 你知道 在接受日本投降的 这一个这个工会堂的外面呢 挤满了人 大家同学从图片上可以看出来 比如说 他们在四周不断的欢呼 庆祝能够回到祖国的怀抱 甚至呢 学生也游行来庆祝台湾的光复了 就在充满了狂喜之中呢 可是没有想到 却经过了一年四个月 这个狂喜就走向了幻媚了 为什么呢 因为陈宇孙有建设台湾的暴富 可是他的施政跟人民的期待 落差太大了 所以导致民怨沸腾 那我们现在呢 会从文化 政治 经济 社会 四个层面来谈 为什么会有二八事件的发生 那在谈之前呢 给同学看一个画面 这是一个很珍贵的画面 是一个漫画家 他画的题目叫做胜利之果 他把台湾这一颗新鲜的小苹果 画的小小的 那旁边呢 有一个很大的烂苹果 那台湾真的很难逃过这个烂苹果 它的烂虫的侵蚀吗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了 比如说在文化方面 台湾毕竟在日本统治的五十年之间 国民呢 已经走比较近代化了 所以呢 台湾这五十年中 也刚好避开了中国大陆的战乱 中国大陆呢 它有日俄战争 甚至呢 辛亥革命 甚至军阀割据 北伐啦 抗战啦 那呢 你可以知道说 在中国战乱之中 台湾却进阶地吸收了明治维新 所给的西方的文化了 所以两边的观念生活习惯呢 有了很大的落差 在这落差之中呢 我们来看台湾的浓厚的日本气息 看在刚打完八年抗战 受尽日本鬼子欺负的 中国大陆的这些军人的眼中 真的非常的刺眼 他们说他们一上岸 就看到了全部是日本风味的东西 目击声 然后卖鱼丸的叫声 按摩女的吹笛声 甚至呢 走在路上 地名啦 都叫什么丁啦 或者是什么翻地啦 这样的日本名字 甚至呢 老板送课的时候 都会说阿里阿豆 都是以日文来说了 那你可以知道 大陆来台湾负责接收的这些军人 在仇日的情况之下 他是以政府者 胜利者的姿态 来接收台湾的 所以他对台湾固有的语言文化 就抱持着敌似的立场 他认为这些都是 日本农化教育的结果 所以他急于要导正 他根本没有注意到 台湾人的适应问题了 那另一方面呢 台湾人对于大陆来的 这些人的作风 还有一些的观念 也很不能适应 比如说老师上课 竟然迟到旷课早退 那民众呢 他买东西还讨价还价的 看电影呢 坐车都不排队 不买票 随地独坛 这一些呢 很难以接受 所以在强烈的对比之下 他们会感到 祖国不如日本人 然后就会产生 轻视跟鄙视的心态了 尤其呢 台湾人在 黄明化运动的推展之下 总督府呢 他已经废除了 报纸的汉文 也取消了汉文课 所以他就跟 来自大陆的这些人 沟通上有一些些的困难 甚至透过文字 也不容易沟通了解了 可是陈宇一来 他为了去日本的 这一些东西 他竟然下令 禁止说日文 还有不准看日文书籍 甚至呢 全面的废纸 日文版的报纸 杂志广播 所以呢 让紧懂得日文的一些 年轻的知识分子 简直变成了文盲了 甚至呢 他不久就成立了 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 全面的推动国语运动 也就是所谓的北京话 那禁止台湾人 在机关学校 说自己的母语 并且把母语叫做方言 那台湾人呢 忽然之间对于这种转换 真的是很不容易 那我们从图片可以看出来 他们所发行的课本 那课本的旁边 都还有闽南语发音的 注音符号 甚至呢 课本上都凸显 我是中国人的意象 你看这个整个内容就是了 那我们接着来看 这是文化方面的冲突 接着在政治方面呢 本来日本人所留下的空缺 台湾人以为说 应该可以取代他们的位置 可是陈宇呢 他竟然没有就地取材 他说台湾没有政治人才 台湾人不能写中文 不会讲国语为理由了 所以他把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台湾人 排斥在他们的中上 那个阶级职位之外 当时行政长官公署有21个官员 只有一个台湾人当 而中阶的公务员316个里面 台湾人只有17个人 那这些非台湾人垄断的高位 如果他能够施政相当不错 也就罢了 可是偏偏这些人在行政上缺乏效率 他们官僚作风又很甚 遇到事情就不断地推脱 拉敷衍了事 甚至他们下班的时候 还涉足到酒家去 那这些缺点跟日本时代的官员 那种敬业重视行政效率 成为强烈的对比了 所以战后有一个星星月报 在星星月报它就登了很多的漫画 来反映出台湾人对这些官员的印象 比如说你看第一个漫画就可以看出来 它呈现的官僚主义 甚至在百姓的眼中 这些官员每天都大鱼大肉的 甚至官商勾结 压得民众喘不过气来 而最下面的这一个 它就描写这些官员 他们上酒家花天酒地 那这些官员不仅垄断高位 而且还攀亲隐亲的 比如说台中地方法院 50个员工里面 有一半竟然是院长的亲戚 高雄有一所学校的校长上任了以后 他竟然用了一个不认识字的人当老师 而这个人就是他的岳父了 甚至他们说他们来台湾 是属于偏眼地区 所以他们都以偏眼地区的加薪 同样的职位 日本人的待遇是台湾人的两倍 那也因为这样子的结果 加上贪污舞弊 不断的贪污舞弊的事情 层出不穷的 很多来台湾接收的人都说 只要来台湾就可以五子登科 所谓五子登科就是 他会有金子 女子 车子 房子跟位子 所以接收被认为形同结收 所以在台湾岛内就弥卖着一股 不满政府的暗潮了 那接着我们就来看经济方面了 陈宇竟然把日本的专卖制度延续下来了 这个专卖制度就是比如说 原来是酒精加水就成为酒了 所以品质差还没关系 它量又不多 所以民众常常买不到 在买不到之中 他们就会想说 买走私的反而便宜 更好抽 更好喝 所以走私的风气非常盛行 二八世界就是因为茶器走私香烟而引爆起来的 除了专卖局之外 陈宇还设了控制省内外运输的贸易局 这个贸易局它垄断了所有内外的贸易 让一般私人企业根本没有办法发展 而日本他们政府跟民间所留下来的庞大的资产 也收归国家所有 可是这供应试验却弊端百出 严重的亏损 所以二八事件发生的时候 民众就要求一定要把专卖局跟贸易局 这两个单位把它废除掉 那陈宇他就像蚂蚁一样的 源源不绝把台湾的物资运回中国大陆去 因为这个时候的中国大陆 正在国共发生严重的内征 那他也不断的发行货币 结果造成台湾严重的通货膨胀 那个物价的指数就像断线的风筝一样 几乎没有办法控制 比如说从图片上你可以看出来 好多的商人他们都在囤积物品 然后这个图片就是告诉我们说 日本的时候他掠夺台湾的物资 供应他本国的需要 可是这样的情形在战后依然发生 国民政府他也是把台湾的物资 远远不绝地运回去了 所以物价飞涨到说 民国三四五年初的时候 本来一颗鸡蛋是一块钱 可是到了年底就涨到了九块 他们说会吓死老母鸡 甚至米你可以知道说有占五十倍 也有占一百倍的 台湾本来是以残米著称的 竟然粮价高居不下 最后几乎很多人都没有米吃 所以284变发生之前 台湾已经进入了严重的米方之中 那接着我们就来谈社会问题了 日治时代台湾的治安非常的好 可以说夜不必复 路不时宜 可是当大陆他们来到台湾的 这些杂牌军 军纪非常的不好 而且他们常常拿着枪 威吓百姓 甚至开枪杀人 而且他们穿着制服就公然抢劫 比如说有一个军官 他去买一个东西 那老板说是五十块 他说因为我要报仗 你可不可以开一百块给我 那老板就开了一个一百块的账单给他 他回去以后就请另外一个朋友 就把这个账单拿回去给老板说 这个东西我不要了 你要退我钱 结果他要老板推他一百块 老板不肯 他就拔枪要杀人 那这样子的方式 让人家觉得说 维持治安的军人跟警察 他们竟然成为破坏社会秩序的元凶 尤其这个时候 在海外作战回来的军夫 他们回来以后 他们失业了 他们到处流窜 然后他情成一股不满政府的暗潮了 当时台湾总人口数是六百万人 而失业人口有四十到八十万人之中 所以美国当时驻台湾的领事 他就形容284遍之前的台湾 就像一个火柴盒子 随时都可以爆炸的 那大家也知道 太多的期望 就会有太多的失望 而当你失望陷入绝望的时候 星星之火就可以燎原的 陈宇他没有充分的关怀 和容纳台湾人 他服侍了一个刚刚光复的地区 最重要的是人心的接收 所以台湾人怨声四海 当时他们还喊出了几个口号 比如说盼中央 望中央 中央来了更招殃 甚至他们还提出五天五地说 轰炸惊天动地 光复欢喜喜地 接收花天酒地 政治黑天暗地 人民呼天唤地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 在刚好1917年的2月 二八事变发生之前 因为中国大陆 国共内战非常的鸡肋 所以蒋中正就把台湾一些军队 调回中国大陆去了 所以二八事变发生之前 整个台湾的国军才只有五千人 加上警察也只有一万三千人 所以台湾整个兵力 在呈现空虚的状态之下 我们就来谈谈 所谓的二八 其实它应该分五个阶段来说 比如第一个阶段 我们就把它叫做 延环气势事件 它发生在二月二十七号 1947年的二月二十七号 那这一天是因为 专卖局他们的气势主 接到了命报 说淡水有人走失 火柴跟香烟 那专卖局就派了六个气势人员 跟四个警察 前往淡水去查气 可是他们查气了半天的结果 那竟然只得到了五香的失烟 所以他们就回到了 失烟集散地的太平丁 就是现在的延平北路 跟南京西路的交汇点的这个地方 结果他们就发现 有一个四十岁的夫人 叫林江曼 她香烟摊上 她有佐湿的失烟 所以她就把她整个钱 跟香烟全部没收了 这时候的林江曼 她是一个寡妇 她带了一个小女儿 她抱住了那个七十岩的腿 苦苦地哀求说 你不要把所有东西带走 可不可以把钱 还有专卖局的香烟还给我 那那个七十岩为了摆脱她 所以就拿枪往她的头上一打 结果她惨叫一声 血流满地 而盘光泽他们非常的愤怒 所以他们就不断地喊打 气势人员发现大事不妙 他们就拔腿就跑 为了摆脱民众 他们往群众里面开枪 结果有一个叫做陈文希的路人 他正从他家门口探出来看 怎么一回事 结果就被射中了 第二天他死了 而整个场面就不断地失控了 气势人员包围警察局 要他们交出这些凶手来 可是整个晚上都没有结果 那到了第二天 又是2月28号这一天 你知道群众就敲锣打鼓地 到了专卖局 要他们保证 以后类似的事情不能发生 而且把专卖局的香烟 还有火柴都搬到马路上烧毁了 那他们运气燃消 所以下午1点钟的时候 他们决定要去行政长官公署 来请愿 结果当他们走到了行政长官公署的门口的时候 卫兵竟然对着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射击了 结果造成了好几十个人的死 那我们知道整个局势的恶化 就是从这儿开始的 那这个时候呢 有部分的群众就近战了 台湾广播电台 也就是现在的228纪念馆 他向全省广播整个事情的经过 呼吁全省的民众起来 所以整个事情就非常快速地 蔓延到全省各地了 而愤怒的民众开始攻击警察署官署 甚至殴打被视为统治者的大陆人了 而陈宇就下令戒严 结果呢 你可以知道军警开枪开始枪杀民众了 而陈宇接收以后 所累积的省级的冲突 就这样子的爆发出来了 那这里有一个图片 这图片呢 是一个黄荣灿 他的一个木雕叫做恐怖的检查 这个图片呢 他最主要的是描写228事件气焰的冲突 那你看车上的警察 他们一脸竖杀之气 而这个作者后来在白色恐怖中 他也被杀了 那你可以知道说 当28事件整个爆发冲突的时候 民意代表跟地方的士绅 他们就组成了28事件处理委员会 他们希望把整个身高成为政治改革的要求 所以有一个王天丁呢 他就提出了42条处理大纲 这个大纲最主要是 希望台湾能够达成高度的自治 那陈寅因为当时台湾军队不够 所以他就虚于尾蛇 可是他一方面呢 跟南京蒋介石那边请求救兵 所以3月8号 当台湾各地的秩序已经恢复的时候 结果呢 军队呢 国军21师在基隆登陆了 他们一登陆就架着机关枪 对民众开始扫射了 而且呢 他们呢 就把42条处理大纲 当作是反抗中央 背叛国家阴谋的罪证了 所以开始做了血腥的镇压 好多的台湾社会精英 民意代表 教授 律师 作家 医师 都这样子的被杀了 被捕了 或者永远失踪了 那直到了3月17号 国防部长白崇喜来台湾以后 这个军事的镇压才告一个段落 可是呢 只是告一个段落 却在呢 3月21号到5月15号的时候呢 他们开始展开了 所谓的清乡运动 这个清乡运动就是说 他要把所有参与 二八事件相关的人呢 全部彻底的追查 结果呢 你可以知道 他们大规模的清查覆口啦 兼职歹徒啦 甚至呢 收缴名枪啦 结果呢 你可以知道 最后呢 是因为 他们把陈怡裁测了 改派了魏道明 来当台湾行主席 整个事情才告一个段落 那我们就说到这儿了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